第二節回來,宏觀經濟,是財神到 今天是2015年的9月5日 大家好,我是Marble,高帆,你好 我們第二節就開始了 剛才講了港股,恆生指數 我也知道你好像有些市場興脈,有些感觸 好像最近看到牛證由21,000殺到20,500 都還有,我認為20,500 應該是星期一開始都殺了 導致也跌了二百多點 是呀,挺無奈的 始終你知道投資市場裡面總是有一批 對於投資資訊沒有那麼深入 或者對於投資工具認識不多 可能是剛剛入市場沒有很久 可能會是吐了下去玩 因為這其實令到很多人在這裡 做了一些很賭博性的投資 沉了下去,其實真的會輸了很多錢 我想在牛熊這次轉下來 很多人會輸錢 每天看到幾億的資金進去牛證 而可以全部輸 那是誰贏呢?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慘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教育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記得我之前有講過很多次 講牛熊證的問題在哪裡 但依然講了好幾次 然後有些人聽了好幾次 之後都是接買的 就是股市就是一件事物 但這件事你怎麼看呢? 就不同人 有不同看法 有不同做法 我覺得最主要是自強 責善而固執 至於有多少人會跟你同道呢? 大家看看緣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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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A股 A股你怎麼看? A股的圖有幾不同的 我發覺 A股這段期間 港股下跌的期間 都算是企穩了 不過當然放了兩天之後回來 不知道會怎樣 其實我覺得暫時來說 A股如果可以再跌一下 就算是挺漂亮的 嗯嗯 即是比較穩固一點 對 即是對後市的反彈比較穩固一點 對 還差一個下跌 才算是可以走到一個 很完整的下跌 如果要跌 應該去到什麼位置 比較理想一點? 要跌穿兩千八 OK 即是要穿一穿那個位置 即是上次的位置 變成W型 對 跌穿兩千八 可能跌穿兩千八之後 跌穿了底之後 就有個很急速的上升 就可以叫做確認 OK 之前呢 我們上個禮拜那一集 我們講完RSI之後 之後 有位讀者就在我的blog留言 他就說 他發覺 他看那個RSI圖 他就發覺 不是喔 98年到現在 次數多很多 就不是兩次 我在blog裡面 我都回覆了幾樣東西 即是那一天之後 我就再做了很多功夫 我查了很多東西 之後我在他的答案 也修正了一個說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我的blog 看那個留言 有三段 他有一件事 我不能回答他 因為他問你 高輝你平時看哪個圖 我可不可以指教一下他 我自己有一個軟件 就是外國的一個公司出品 我們專門用來做圖表分析 那他的圖表 就要每天就進入資料 或者是你去訂一些資料 就每天幫你更新的圖 很多不同的類型的圖 都有的 那我就用那個 使數據去到一九七幾年 是恆之毛 那變了我的數據 就會是比較 我相信那個計算 會是比較準確 那我也再翻查多一次 RSA跌到15 就是在1998年以來 就只有這次 因為我知道 很多讀者都是用免費網站 譬如你這些專業的 譬如你公司有什麼支持 那就是另一件事 那我就看過 如果以免費網站 大家常用那些 那我被毀 我就不講什麼公司 大家猜到 那我上網看一些論壇 就講 原來很多人都遇到這個問題 即不只是香港人 在外國論壇 美國那些很多人都遇到這個問題 那有人分析這些東西 那都很詳細的 那我都看完 為了它 是 那我都謝謝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學多些東西 我發覺有我的輪點都很突出 那些就說 因為大家起步點不同 大家起步點不同 所以計算出來就會不同 那這件事就不成立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RSI我們講14天的RSI 就是現在 第一 我們講14天RSI RSI有9天有14天 也都有 就不是用14天 有一個很有趣的做法 就是特別準確一點 這個說的是 十年前的時候 就銷售過我們 去用它一個軟件 是 當年我也去過那些 seminar 就講到不知幾厲害 那樣的 我幾十年 經常遇到這些神器 遇到這些神器 可能銷售一些神器給我們 譬如那些什麼 無敵的 不知什麼軟件 又不知怎樣找到什麼 買賣機會 又不知有什麼無敵的方法 又不知怎樣 上又賺到錢 下又賺到錢 總之你玩完 結果當然不會你玩完 哈哈哈哈 我也做過一個新人 也不斷希望找到這些方法 那時候對這些神器方法 我都很嚮往 通常有這些 seminar 朋友都會介紹我 我一定會去看的 我一定會去看的 第一 表演是一流的 表演是一流的 很厲害的 通常你看完之後都會送給肉 即是不可以看一看的 哈哈哈哈 但問題是 時間久了 我發覺 最最後都是 什麼百年一見 什麼五十年一見 那些所謂的 Exceptional的東西 結果就不行了 正如你知不知道 94年的時候 也有個叫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是啊 LTCM 94年的時候開始 他又做得很厲害 97年的時候拿了 背獎 然後98年的時候出市 2000年的時候終於結束了 是啊 那當時他們的做法 都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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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東西的 總之年中 到今天我都還看到 有人是收一些 絕對會贏的方法 這些東西 我過到今天 這樣的日子 這樣的年紀 我不會相信的 因為你明白呢 市場 股票裡面買賣 原則上是一個 Dynamic System 但這個System 基本上是一個 零和遊戲來的 我高位估了貨 當然有人高位接了貨 沒錯 我低位買到貨 當然有人低位估給我 當然低位那個 他不一定是輸 可能更低位買都不定 高位接那個 未必要輸 可能更高位買給人 基本上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 流動性 令和系統 因為不斷有人出市 又入市 總的來說一定有人贏 有人有人輸 不會你贏了 如果你想想 公開一個方法 賣給你 或者全部賣給你 那你賣給你那個人 已經沒可能贏了 是啊 因為他的對手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自己考慮一下 剛剛那個 當年 推銷了很大的 Seminar 推銷RSI 不知道怎樣用 我不知道幾天 有一個特別的天數 結果發明 發覺很準確 當然是準確 因為他對著以前的Data來計 沒錯 對著以前的Data來計 你一定可以查到一個 是比其他人好準確一點的方法 是啊 但問題是以後Data 不是你這樣做的 所以我經常說 技術分析 大家記住 我們是到後鏡看後面的東西 看後面的路 但是前面的路怎麼走呢 你自己去倒閉 你要看時勢 我講回正題 RSI 我們用14天去看的 既然我們用RSI14天的話 即是每一個Data 都是前14天的Data 沒錯 所以你的starting point在哪裏呢 除非大家都是用1月1號 但原來你1月1號之前的14天 你就沒有Data 那你1號那天的Data就沒有了 到你有Data出現的時候 應該跟我一樣的 嗯 即是有Vari的Data 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跟我一樣 那這件事我想大家想一想 你應該明白 所以應該跟starting point沒有關係 好啦 那RSI講完了 那我想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現在我知市場上 很多人 包括我們都在講 很多人用08年那個來比較 很多人用08年那個去比較 很多人用08年那個 即是32,000那個 下來那一下 來做比較 嗯 這件事我有第二個看法 是 那第二個看法呢 我用94年看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08年那個時候 市場下跌呢 就不是美國加息的 正如現在的人很多人說 美國加息 就想想那些說法 是 其實很近的 其實04到06年 美國是一直加上息的 市場上升 是呀 市場上升 是呀 是呀 那同樣道理 2008年 2009年之後 美國是不斷減息的 但市場不斷在跌 是呀 所以這個很簡單 應該告訴你 你不要單從美國加息減息來決定 究竟市場上升還是跌的想法 嗯 這件事不是一個必然的事 這件事只不過是 很多因素加上一齊而出現的事 這個市場上升還是跌 千萬不要單純用一個 美國加息還是減息的決定 這個是我的看法 是 那第二件事呢 如果我看94年 94年 美國之前是減息的 就是之前的息口是比較低 那但是呢 就到94年的時候 它就突然之間 就加息 就是加了七次連續 那加息呢 就香港的事馬上倒閉 那但是美股呢 就調整了 跟著它繼續升 是 那為什麼我看94年呢 那因為呢 94年那次是加息 而市跌的 還有94年那次呢 就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94年 剛剛我們香港港股 就有得做沽空的 沒錯 現在這個和這個 大陸的A股 是不是有點相似呢 都是由沽空 由減槓桿 就是由沽空的問題 引申出來的跌市 嗯 那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果看跌幅來講呢 我就比較A股 那如果你看下跌幅來講呢 其實94年的時候 由頂跌下來的第一個底部 都是跌了大概四成三度 那這次呢 我們A股跌了45%左右 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就開始反彈 這兩個的走勢呢 就比較相似 但是當然時間上就不同 但時間上 A股短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說的 幅度和反彈的形態呢 我覺得94年應該有點相似的地方 那我可以 大家去研究一下那邊 現在市場上呢 大部分人講加息呢 即是講美國會加息 那就是因為說要控制通脹 那他們的委員會出來講 都是講通脹的 是不是 那我在想 喂 其實這句話是不是真的呢 那如果是的話 美國是加不到息的 是啊 剛剛那些通脹數 零點幾 之前我試過負數 通縮 那你現在才叫零點幾 那零點幾去到二 有時間去啊 是不是 油價升回一些 我都跟大家講 油價算是year on year 就是年度計去比較 即是同比 那你到年尾的時候 你去年尾的時候 你去年尾的時候 油價的價錢 年尾怎麼可以去得到呢 很難去得到的 嗯 不容易去得到的 就算去得到也是打平的 你也未必過通脹來 是啊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我就想一下 美國其實不是因為通脹而加息的呢 這個就是我的最大問題 那我看回94年 94年的時候 其實美國通脹 是一直都是低企的 他加息之前呢 通脹還在跌 那就是其實他跟通脹沒有關係 那他加息之後呢 那個通脹都不是跌得很多 都是差不多 都是在3-2%之間 那之後他再不加息的時候呢 那通脹都差不多 那就是由這個 90年那次呢 其實應該是跟通脹沒有關係 是啊 兩個說法 一是就是說 他加息或者減息 跟通脹沒有關係 第二就是可能說 他加息和減息是影響不到通脹的 可以這麼說 這個是另一個說法 那我想一下 94年發生什麼事 要突然加息呢 去做這件事 連續加7次 就是真的很想做 不是你不會連續加7次 那他那個通脹呢 他一加息 就通脹有跌的 之後再加息 通脹又升 升到上去3厘 3厘以上 都在那裡浮沉 那問題大哥 2-3厘厲害嗎 2-3厘的通脹不厲害的嘛 你知不知道 90年代的時候 美國的通脹去到6厘多 是啊 如果80年代更厲害 80年代呢 80年代呢 記得大家 80年代 知不知道美國的通脹 最高去到差不多15% 在81-82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分率率 是去到19-20厘 從來是很誇張的 百多年代 那你想一下 去到90年代 慢慢去到94年 就是剛剛才從6厘多 跌到3厘 2厘多 那你怕什麼啊 要不要這麼疼 所以我就很懷疑 他是不是真的 因為通脹所以要加息呢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說 美國的通脹未到 那我應該不會加息 如果單純這個角度說 之前我也這麼說 如果你是真的 用通脹 用這些 經濟數據的理由 他應該沒有什麼能力去加息 再加上人民幣扁迷值 他更加沒有能力去加息 不過問題呢 如果他不是這麼想 那他可以加息的 而且最近那個聯儲局的副主席 他都說 通脹數據不是影響加息 其實還要一數之一 上一次第三位的道德理 就說 由財政務決定 說那麼久 我就想說 94年的時候 我就想想 世界上發生什麼大事 他要做這件事 他當然有原因 去做這件事 先說 1992年的2月 就在歐洲發生了大事 就有一個叫做馬城條約 準備成立一個叫做歐羅的東西 歐元區 在93年的11月1日 歐盟就正式成立 以及決定去創造一個單一的歐洲貨幣 即是我們今天的歐元 你想想 美國在未出現歐元之前 自己獨霸了整個金銅市場 但是你想想 如果去歐羅 當時如果出現 是否有一個很大的貨幣跟他爭 是 還有你想想 IMF裏面的所謂的SDR 是否又要多一隻叫歐羅 而且歐羅的尺寸很大 美國的美元地位 不是很受威脅 是 如果他在這個時候可以加息的話 是否整個金銅市場一定會反轉 所以美元的加息 是否一定跟這個貨幣有關 如果不是有關 那你就看看近日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這個誘因 那第二件事 就是現在奧巴馬開始推行 就是如火如荼 就是TPP 這個TPP 其實根據很多的研究 看出來就是 如果TPP是成功的話 其實對美國本身的貿易有很大好處 但是對中國的貿易就很大打擊 那你就想想 如果美國加息 那第一個最受影響是什麼呢? 就當然是新興市場 新興市場的貨幣一定受影響 但是美國未必有事 正如之前 你看過1994年的時候 是沒有事的 中國有沒有事呢? 我相信中國也不會有事 因為中國的經濟體系是夠大 我估計應該是新興市場的貨幣影響大 你看最近印尼 不論是招標建造高鐵 現在說想造一些中速的鐵路就行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美國加息 新興市場的貨幣倒下來 或者他們的經濟再受打擊 那你想一下 你是不是更加有需要刺激經濟呢? 是 那今個星期就差不多了 講了很久了 那下個星期我們再繼續吧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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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